这个空间到底大不大 那这个问题呢 我想确实在今天下午出现下跌以后 很多投资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今天下跌 大家会思考这个问题呢 那要看一下一些消息面的一个背景 昨天有一家新基金发行 义方达的一家基金发行 到了晚上 我们可以看到朋友圈 一下子又刷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呢 这个上限又被打破了 达到了2398亿 但是人家只要多少呢 150亿 那这样一来 谣讲啊 那百分之六点几啊 你拿一百万砸过去 就收了六万多 其余的都要退回给你 这说明整个市场外围资金 想要入市的 想要买基金的 资金是相当的多 那照理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以后 市场应该反映什么 应该积极向上反应 但是没有 尽管今天上午 整个市场七大指数 基本上都是缓缓上行的一个节奏 根本体现不出来 有消息面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基金发行的一个消息 根本体现不出来 到了下午一点二十几分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开始下跌了 当然这个下跌呢 我觉得跟亚太股市整体在这个时段下跌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你不能完全怪A股 其他的外围市场也在跌 所以考虑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基金发行的因素 那昨天还加上另外还有几个 那么接近三千亿的一个基金 云集在基金市场 那接下来基金还会发 那还会发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个基金 慢慢进入到证券市场来 当然这个市场呢 现在大了 不仅有A股 还有港股 H股的一个市场 也是我们现在新基金投资的一个方向 待会我们一一来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指数 Katron 50指数的一个走势 那其实呢 这个指数呢 我们此前好像也拿出来过一次 主要呢 是会为了跟大家说明 小票和大票之间的一个分化 那今天呢 实际上这个下跌呢 是在下午的1点20分前后 开始出现一个下跌的 那其实呢 这样的一个线拿出来呢 同样可以滑滑线 不滑线的话呢 你自己目测一下也知道 上午的后半段 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通道当中 那下午在1点20分 这个时候一跌呢 把这个通道跌破了 跌破自然就会下一个台阶 下台阶了之后 到了尾端的 这个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 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横盘 说明这个市场怎么样 跌幅恐怕也是比较有限 那同时呢 从今天的一个线上呢 依然可以看到 代表小票的线 和代表大票的线 差距啊 这个喇叭口依然很大 所以最近这几天 依然还是小票的一个天下啊 那么这是科创五零指数啊 告诉我们的市场的一个语言 我们再来看一下 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那北向资金呢 今天总体上呢 算是流入啊 但流入的一个幅度 并不很大 深谷通呢 是流出了两个亿 互谷通呢 是流入了十一个亿 总体上呢 是九个亿的一个流入 看来呢 北向应该还是属于偏冷的 那有冷 总有热嘛 热的怎么样 热的是更热啊 昨天流入了 已经是两百亿了 那今天南向资金流入 依然是两百亿 两百六十五亿 其实啊 在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 两百亿资金的一个流入 第一段的一个上升 是相当快的 之后呢 才开始变缓啊 所以最后呢 护生港通 这个港股通这一块啊 护士和生士 差不多是一半 对一半的一个情况 最近这几天呢 应该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啊 都在讨论啊 这个买港股通 的一些渠道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 呃 南下的一个资金 确实相当的一个汹涌啊 那么这里面呢 有很多啊 我们的个人投资者啊 通过 深股啊 港股通的一个渠道啊 进入这个港股市场 有他们的一个功劳 那另外呢 还有很多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新发基金的啊 他们的一个功劳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啊 现在新发基金 基本上呢 章程当中都显明了一点啊 可以最多不超过50% 投资于港股市场 所以近期呢 应该说港股市场的一个火爆啊 已经有十几天了吧 连续每天百亿以上的一个资金流露 那这对港股市场来说 它的一个百亿啊 跟我们现在的一个百亿啊 不可同仰于 因为我们这里动辄一万亿的一个成交 那一百亿的话呢 只有百分之一的一个情况吧 而港股市场呢 是两千亿左右的一个日成交 每天流露一百亿 现在两百亿的话 那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 百分之十左右啊 当然这两天成交量也在增加 那百分之十左右的一个资金流露 那你说会不会让港股市场啊 这个恒生指数等等 再上一个台阶啊 确实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思考的问题 那也有人说 我也可以通过宽机啊 一些载机啊 一些ETF进入啊 这个港股市场 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但也得睁大眼睛来看一看啊 我们这里呢 不妨呢 拿出一个港股通的一个ETF啊 那么这个港股通的ETF呢 其实有的软件呢 在这里还有一栏 还有一栏呢 是告诉你有一个溢价率 溢价率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港股通的50ETF呢 溢价率呢 就高达百分之八点几 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现在你买的 比如说一块二买的啊 他可能今天收盘是一块一毛八啊 一块一毛八买的呢 其实他的一个这个净值啊 只有一块零八分 那这个呢 就是你用更高的溢价去买 那对于ETF来说呢 他本身有一个T加零的一个回转交易的 一个功能 他是可以抹平这样一个差价的 那之所以可能他现在没有抹平 是可能啊 他的一级市场的一个申购渠道 因为外汇额度的一个关系 关闭了 但是你得看啊 每天去申购一下试试看 如果哪一天开了 那可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价 就会被抹平 所以这里面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风险的 所以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来看一下 当然他有一个好处 他是T加零的 好这个不谈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沪生两市板块的一个涨跌幅的一个情况啊 那沪生两市呢 今天是京东概念 冰雪产业 微信概念啊 建筑这个装饰以及房地产啊 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 是从4%到2.26%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下跌前列的一些板块 哇 今天跌幅大了啊 远洋运输啊 其中呢 有一个个股因为是跌停了 跌停的原因呢 是比较简单啊 据说呢 是跟欧洲方面的一些标准集装箱的一个 长鞋的一个价格是定了啊 所以市场呢 可能对这条消息过于敏感啊 出现了比较深复的一个下跌啊 另外呢 还有ML1迪生化甲啊 那昨天应该是涨幅不错的啊 还有水产养殖啊 出现了4%到6%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客串板涨幅前列的啊 这个今天十大权重股啊 只有两家是微微上涨 其余都是下跌的啊 比如说金山办公啊 前两天涨得还不错啊 昨天好像涨了15%吧 南起科技 我今天跌了11%啊 再看一下串板 前十大权重啊 也只有两家上涨 金龙鱼 今天又活了啊 那其余的呢 是涨幅只有一家是汇川技术 其余呢 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 再来看一下 主板前十大权重的一个情况 今天呢 应该说像工商银行啊 建设银行啊 这个涨幅还算不错啊 那其余的有些银行啊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也是上涨 上涨的一个加速呢 是达到了六家啊 换句话说 下跌只有四家 但下跌四家当中 茅台今天跌幅挺大的 海天酱油也不小 再看一下中小板啊 中小板呢 也只有两家上涨 区域的呢 都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啊 那回过头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厂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季静峰啊 另外一位是楼胜南 两位好啊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调整啊 那在这个位置需要不需要减仓啊 那我想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啊 楼胜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有调整 但是我强调一点 这是个短线调整 那需要不需要减仓呢 技术性可以减点仓 但是如果 这是技术性的 那说明这个重要的仓位 可能还要放着啊 那这是楼胜南的一个看法 再听听季静峰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我认为应该是 虽然指数现在调整的幅度 并不是很明显 但我的观点是 后面会面临一个中期调整 所以这个减仓的幅度啊 我觉得是要大一些的 当然减下来的仓位呢 我觉得可以配一些这个H股 那看来 减了A股 是可以去配一些H股 那这是 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在这里面了 待会我们请出季静峰 我们先请出楼胜南 来听听楼胜南 你为什么觉得 好像只需要一个技术性的 一个减仓就可以了 来 好的 因为也是今年 新年第一次来吧 那么一般我的习惯呢 就是说 开年了以后呢 就做一对大盘 做一个 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个人的几个 讲三个观点吧 第一个观点 我觉得呢 今年的可能个行情呢 就在3100到3800之间 那么这个区间 区间震荡 其实这个区间呢 定的还是比较宽泛的 如果超过这个区间 会过3800到3800 我觉得反而在操作上 比较简单 就是反向一下操作 那么如果是在 这个区间内的话 那么我觉得第二个 我的观点就是 今年的一个特点 可能是整个指数 会比较平稳 而是个股行情会比较复杂 这会经历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个特点下面 会哪些有 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我觉得两块吧 那我个人关注两块 第一个就民生 涉及到民生产品的 一些快销产品 会消费产品 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一直 一直很关心的 一个科技产品 那么科技突破 可能还是目前 这个一个市场的主线 那么回到市场上来讲吧 那么就先再看 这个第一大盘 那么我觉得整个大盘呢 就是今天 像3600一个新高 新高高点以后 就有个调整 那么我觉得 年初这个调整呢 应该还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过 跨了年以后 就马上就起来一波 比较淋漓的形势 那么一下子走到3600 这样一个整数位的话 那么这边出现 一个技术性的震荡 还有这是个 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第二呢就是说 因为新年开始 一般我们对政策 有个期待 然后对资金的投放 有一个期待 而确实呢 这些东西呢 也会积极地影响到 整个市场的情绪 所以一开始 就会产生一些 比较高亢的 这样的市场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人质常情 同时我们也看到 现在的基金的发行量 简直就是秒配的 一种状态 那么这样呢 就说明 陆世的情况 还是很深刻的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 就现在这个市场上 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抱团了 可能在瓦解当中 在分解当中 还有一个呢就是 一旦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 我们很多的科技股 芯片啊 半导体啊 去年那些耳术能详的产品 都会出来表现一下 那么我觉得 这个呢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么这三点呢就是说 我先作为第二个观点呢 我就是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现在调整是不是个转市 或者说一个中长期的转市 那么我觉得不会 目前不会 因为时间毕竟很早 第二呢就是说 转市以后 现在调整当中 会产生什么样的机会 我觉得机会 还是在科技这一块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其实调整嘛 就是市场涨上去了 都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调整里面 其实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报团的会不会闪 那么我觉得报团不会闪 报团可能有调整 其实报团产品 它有它的合理性 因为报团产品的上涨 对于稳定大攀指数 是一个起到良好的作用的 那就是说不可能 不可能 特别是那些权重的 方向性的东西跌下来 然后我们说这个大攀 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整个的调整 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 到了涨高了 所有的股票涨高了 都会往下跌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报团里边的比如说军工 白酒这一些企业 那么今天除了白酒这个板块 比较弱以外 其实军工 军工啊 这种基建啊 其实已经有一些 有走稳的迹象了 那么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就是 一直讲如果那些报团的 打开以后 它的资金会去哪儿 我觉得其中一个方向 就是会去科技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昨天就是有很明显的例子 一旦报团的一些产品 高高飘在前面的 什么毛什么毛 一旦松动了以后 那么他们就 科技就马上就引领一波起来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么就是这样 那么就简 其实第三个呢 就是我觉得资金的 那么第三我觉得 目前的担忧呢 应该是这样 就是现在这样发基金 这样发基金 整个资金会去哪儿 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分析的 那么我们看到 北向的 南向的 却在增加 港股那边资金会流露 会增加 那么他是去港股那边 资金能增加的话 是因为我们A股 他不看好A股 还是整个市场在分配 我觉得这是需要 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一些汇率啊 利率政策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当然这个在我们短期里边 应该还是要进行考虑的 所以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现在是个短期调整 应该如果你立足国内 立足现在的A股市场的话 就应该还是在科技这边 又要做关心 可能有一个调整 但是还可以列足科技股的 这个市场 以后还会这方面有一个反弹 那这是我们楼胜兰 带来的一个观点 我们回到季进峰这边 那么刚才季进峰的一个意思 好像很明确 A股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调整 同时呢 如果你现在要做 不如做做H股 是这意思吗 展开来跟我们聊一下 好的 那么在元旦前五 来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提到 就是我们对于 今年一季度航行的判断 是一个先上后下的一个走势 那么老渊也交流很多次 我们过去半年 指数的观点 其实大的框架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一直是3100到3500点 是一个相提震荡的一个格局 但是呢 最近一个阶段 元旦后 我们指数也是比较给力 突破了3500点 一度来到3600 这样一个区间 那么我们还是老惯例 先拿出 我们的十年期国家收益率 来做一些分析 那么十年期国家收益率 我们看到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是达到一个高点 3.3以上 那么最近一个阶段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这个回落呢 跟我们11月和12月的MF 和那个央行的表态 其实都有关系的 这一定程度上 促动了我们在12月 以及1月初 这个市场重新回到成长股 然后核心资产 重新起一波行情 我们觉得还是有密切相关的 但是最近一个阶段 我们也看到一个迹象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一些经济数据的 拐头的一个迹象 我们看到这个 涉容数据 我们看到结束了 连续8个月上行的一个态势 同时呢 我们的一个就是 M1和M2的增速 实际上也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一个拐头 那么央行的表态上也提到 就是我们未来的 要跟经济增速相挂钩 所以呢 未来的阶段 这个流动性的一个趋景的一个趋势 我们觉得还是会呈现出来的 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到 我带了一张是 十年期美国国家收益率的图 我们看到在12月底 1月初的时候 美国国家收益率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一个加速上行的开始 这个是在他们过去 盘了两三个月的情况下 突然有突破 这种突破呢 会带来中美 两个市场的 这个利差的一个收窄 这个利差收窄 会带来 各类资本市场 或者是资产价格的一个变动 同时呢 会影响 就是我们北上资金的 一个流入的一个强度 我们记得在12月份的时候 我们特别分析了 这个北上资金 在过去一个阶段的流入量 我们看到 我记得前十个交易日 是流入了整个12月份 三分之一 全年三分之一的量 所以呢 这个量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带来一个数据是 近期南下数据的量 我们发现 这个跟前期北上数据啊 有点类似 最近南向的一个量 是非常可观 刚才老人提到了 今天是260亿 又创了一个 自港股同开通以来的一个新高 能看到本月的话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是一千 合计是1587亿 是过去三个月当中 占了一半的量 过去半年当中 三分之一的量 应该说 是非常可观的一个 流入的一个资金量 那么资金量也代表了 市场资金的流向 也就是前期我们在 无论是我们爆款基金的发行也好 还是市场存量的资金也好 应该说进一阶段 往南下流的趋势比较明显 那么这个呢 我们等会展开讲 这个H股的一个投资 那么再回到指数上来看的话 那么既然我们 一个面临我们这个 中美之间利差的一个收窄 第二个 我们流动性方面 实际上是面临一个 可能进一步趋紧的一个苗头 同时从一些数据上来看 我们看到财新的一个PMI数据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上周四公布的 这个出口的增速上来看 实际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 经济数据的一个拐头的迹象 那么这个拐头迹象 目前在指数上 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反应 但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考虑的 左侧的一个 进行一个简仓操作 而且我们判断 这个简仓的动作 或者说 这个变盘的来临时间点 应该会比较快 我们预计啊 可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 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变盘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种不排除啊 可能会出现 单日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中阴线的走势 这个是我们一个判断 所以呢 整体回过头来讲 我们觉得市场的话 应该是一个 整体是一个震荡 可能后期在进一阶段出现变盘 出现一个中期调整的态势 所以呢 在A股方面的话 我们觉得是 我认为是应该进一步的进行减仓操作 仓位呢 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那如果投资者 有对A股或者港股 有方向的话 我们觉得 把减价的仓位可以配 放到A股上面去 好啊 这是季进峰带来的一个观点 也确实仍然 是沿着他之前 原来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框架 比如说十年级国债的一个走势 包括一些利率政策方面的一些情况 跟大家做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那包括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呢 确实进阶段是非常的一个汹涌 待会呢 也得请他好好来跟我聊一下 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有哪些机会在H股市场 港股市场会呈现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来聊一聊 今天市场的一个下跌 那是不是已经形成下跌了 如果形成的话 那下跌的一个空间有多大 我们先请出莫维华 来有请莫维华 今天市场走得比较弱 那么从指数上来看 还是维持原来的观点不变 指数呢 短线见高点了 或是应该是正当走低 找支撑 操作上来讲 还是那个控制仓位 以半仓为主 那么选股方面 还是以期高就低 以低位的芯片和5G板块类的 那个科技股为主 那么最近阶段 芯片也好 5G也好 都出现了一定的上涨 那么目前这个位置呢 也遭遇了技术压力位 所以从操作上来讲 或是如果出现阳线 还是以减仓为主 好 谢谢莫维华 其实莫维华呢 还是延续了前两天 到场内来的一个观点 上周五吧 认为市场短期 已经有一个见顶的一个信号 那现在 接下来呢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自投APP 0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呢有5G投资图谱 新能源配置的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各产业链 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 把握行业的趋势 好的 回到场内 我们先请出季静峰 那刚才呢 是提到了南下资金 非常的一个汹涌 那南下资金 去买什么了 我们有没有机会 我们来听听季静峰 是如何缝隙的 来 有请 好的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 这个南下的资金的流入量 还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每天 前阶段都是每天100亿以上 最近两天都是超过200亿的量 那么我觉得 目前市场的资金 看好港股 我觉得有两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 就是H股 目前相对低估的一个区域 其实大家都知道 去年 无论是美股也好 A股也好 实际上整体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火热的一个行情 纷纷创了一个新高 但港股市上我们看到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涨幅 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目前恒生指数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估值 大概在14倍到15倍之间 应该说相比它以往的话 还是提升不少 但是跟其他全球 主要股市相比的话 其实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或者估值比较低的 那么如果我们拆掉 拆分来看的话 把里面的 因为大家知道 恒生指数里面 原来主要是金融地产 我们把金融地产去掉的话 实际上恒生如果是按照港股通 这个指数来看的话 大概目前是36倍 如果是按照去年新发的 这个发布的 这个恒生科技股指数的话 目前大概在45倍 这个估值体系 跟我目前A股的 一些核心资产的 一些科技消费医药相比的话 其实还是要便宜不少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到近期 新发公募基金的一个量 还是非常可观的 昨天2398亿的这个募集量 包括除此以外的话 其他的公募基金目前的 大部分也都是处于一个 每天发售就一日售庆 然后比例配售 那么这部分基金 发行的一个量 从1月份来看 已经达到两三千亿的规模 而且后续 不断地会有爆款基金 我们觉得会 可能会出现 这种基金募集的一个量 来到这个市场上 它就要配置 我们发现近期的一个 配置的方向 无论是标准型的 就是单投资于 这个香港市场的一个 H股 ETF 还是说这个代港股的 代港股投资范围的一个 类似于护港生基金 它对港股的投资比 配比还是非常高的 同时呢 如果大家有心的去看一看 这些明星基金经理 发的这些产品 他可能还之前 还管了一些老产品 这些老产品的磁仓 你如果有兴趣看 其中有一定的比例 已经开始配置了港股的一些 优质的标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两块原因啊 就一个相对低估值 第二个相对来说资金的充裕 带动了近期 大家资金往南向的去流动 那么至于去流动之后 大家应该去看什么板块呢 我觉得主要给三个思路 第一个呢 是以银行股为首的金融板块 即类似于像三大运营商这样的 我们列了一个表格啊 是到截止到昨天为止 金融股在香港的一个核心的 一个板块的一个估值的标准 大家看到我是按照2020年预估的一个P 然后以及PB来进行一个排序的 大家看到一些耳熟能像的一些银行股 包括中信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 基本就三倍左右的市盈率 PB的话 很多银行股的PB只有0.3到0.4 这样一个PB 也就是说这个估值 虽然银行股在A股已经很低了 但其实在港股可能更低 包括近期 我觉得这波南向起来 就是大家发现这个去买这个中国移动 那么中国移动 包括这个中国电信 目前的一个估值也都在10倍下 今天我们看到南向的一些资金 去参与这个券商股 大家都券商股 现在A股差不多在二三十倍的一个P 当然在香港市场的话 像类似海通证券 国泰军安 招商证券 也都6到7倍 这个估值的一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港股方面的 可以值得关注的就是互联网巨头 我是按照这个总市值进行了排序 排列前10家我们耳熟能项的互联网科技巨头 我们发现像腾讯 包括美团 京东等等 它的一个估值 跟我们目前的A股的一些核心资产相比的话 它的估值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腾讯目前按照2022年预估P的话 可能就30倍左右 即便我们拿A股 毛台去做对比的话 毛台可能现在在五六十倍这样的估值 确实它的估值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三个呢 我们刚讲到毛台的话 就讲讲消费板块 消费的话 我是列了这个可选消费和必选消费两大板块 合在一起 我们发现包括像农夫山泉啊 安踏体育啊 海底捞啊等等 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这张品牌 那么它的估值 现在最高的可能也就是南夫山泉76倍 其他的这个 大部分都集中在三四十倍的这样的估值 这个跟我们现在无论是白酒也好 还是这个调味品也好 动辄50倍80倍的估值相比的话 这个估值优势还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投资港股的一个 三大的主线的一个板块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带来了就是南向资金啊 最近七天和最近一个月资金密集流入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最近七天的当中 最近七天流出的股票都不足十个 就都没排满这个表啊 只有八个 然后呢 流入的股票当中前两名都接近三百亿的量 啊 这个流入的方向是值得 就像我们上前两次做节目 在分析这个北向资金流入方向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点 这些股票 我们看到 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金融消费和互联网巨头 所以呢 这些板块也就是我们去 重点去做一些布局的一个方向 那么当然也提示一下 就是说可能除了咱们去通过港股虫去参与啊 像刚才老元在片头讲到的这个H股ETF 确实目前一些溢价的 我认为还是谨慎去参与啊 等待一些它溢价的一个回归 或者说有一些新发行的 不存在溢价的情况的一些ETF去参与 可能会比较好 同时呢港股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 非常有特色的行业 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咱们讲的就是新经济的 包括像那个像博彩啊 像那个这个生殖健康啊 包括像那个那个墓地啊等等 等于这些很特殊的行业 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投资者去 或者说咱们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板块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探讨的这个H股的一个投资方向 好 谢谢季晶峰啊 非常详实的把这个对港股的一个研究啊 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啊 那总体上呢 如果延续去年以来 A股市场投资的一个经验啊 那可能在港股市场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估值是更便宜啊 无论是金融股科技股还是消费股 刚才三张表格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后面两张表格啊 那我相信说明的问题就更简单了 资金就是去进入到这些 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方向当中的一些流通市值 非常非常快捷可以进出的啊 流通量特别大的 这些大型的一个股票上 也就是所谓龙头上 所以如果搞清楚了这一点 你能够开立啊这个深股通港股通的 那我想你也可以自己搞投资啊 当然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啊 包括我想这个汇率的一个 汇对的一个损益 你也得考虑进去 不像A股市场 你本币投资 那只要考虑我高买低买啊 就可以了对吧 那在港股市场呢 你还要考虑啊 这个汇率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理念呢 也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个汇对损益啊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楼胜兰啊 来听听楼胜兰今天带来什么思路 来好的 讲到操作啊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加大仓位 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居然不看空这个市场 就应该加大仓位 其实加大仓位还有一层意思呢 就是其实不用离开这个市场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呢 就是如果现在进行一个指数调整的话 那么我们放了稍微长一点吧 就是到春节以后 我们就看这一段行情的话 我觉得如果现在下来的话 我完全可以春节以后 有一个一个高点的期待 那么这是简单的一个指数的判断 那么说到个股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直把市场分成为两块 一个呢就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中长期的情况呢 还是看好一些科技龙头股 那么因为这也讲过多次 那无非就强调两点 第一它必须要有核心资产 第二呢就是要必须是一个 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龙头企业 因为现在来看龙头效应 在我们这一段时间以内可能不会倒 因为它是一面棋子 那么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观点 那么回到短期市场里边呢 我想看了一个呢 就是一个快销产品 其实我们看一下快销产品是一个 快销产品是一个二线篮筹的一个 是二线篮筹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快销产品它有一个基础在里面 因为现在我们搞内循环 然后要促进消费提高消费质量 那么其实快销产品既是一个基础 也是一个引领 因为很简单 这是一个大家都是需要碰到民生的问题上 去看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快销产品当中 比如说喝水 喝水又各种各样水产品的一个 虽然本质上来讲可能他们各股之间可能有一点 他们自己有一个竞争 但是整个的这个饮用水市场会是一个很高的市场 那么还有一个家庭用得到的 就是这个小电器 那么小电器 然后一些各种各样的食品 那么包括休闲食品和各种主餐食品 速冻食品 其实这些都在消费领域里面 快销里面 而且随着这个春节期间的开展 春节期间的消费的增长 它会有一个很大量的增长起来 那么说到刚才说到一个HQ是 那么我想现在应该我们这么多基金发出来 我的观点是什么 就A和HQ应该是作为一个同等市场来看 同等市场来看 就是说当然这边怎么打通 可能一方面有的政策的券商的服务 还有就是 可以把它当作同一个市场 对 那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我要把它们作为同一个市场来看 其实刚才小杰也讲了 其实我对他讲的一个消费产品里边 我也因为这是对现在做的一个 昨天做的一个题目 也没交流 其实打开这个打通这个市场的话 如果你都有这个意思的话 那么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效益的比较 然后在香港这边H市场里边 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产品 好谢谢楼盛兰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张瑞泽 听听张瑞泽 对于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抱团品种开始出现瓦解 他是如何来分析的 来有请 短期抱团瓦解之后 之前涨度比较大的权重股可能会补跌 这些短期我要分两类来看 其实是跟港股的走势比较一致的 像金融地盘类的 特别是里面龙头的公司 会迎来一波补涨吧 我觉得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另一类就是像中正1000 这样的小票的这种公司也会有反弹 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弱吧 实际性也不会太强 长期看抱团股在这一轮的调整之后 其中那些消费股 我认为回到合理估值的时候 应该还会有个比较大的机会的 好 谢谢张律师 短期来看抱团股出现一个瓦解的话 很可能有一个权重股的补跌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进入有看头来的板块 要求请出姚中元 今天的一个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涨跌互显 涨的也挺多的 机会也不少 不知道姚中元今天跟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来做一个分析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两市的突然跳水 似乎并没有影响 低位板块的一个活跃的节奏 很明显这个地方 调整充分的一些低位板块 它的一个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今天盘面当中 其实房地产板块 可以说是一度吸引了 很多投资者的目光 盘中最大的涨幅都接近了4% 而对于这样一个低位 启动的这样一个板块 今天大涨了这根阳线 其实我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因为在今年的 就是本月的13号和15号的节目当中 我是先后两次重点 跟大家去讲解过 房地产板块前期的一个 低位的节奏 在13号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跟大家去重点讲解的 就是在房地产板块 目前正处在一个 大级别趋势的底部 从2018年的10月份到2020年的3月份 大趋势当中 正好当天的一根十字星 有明显止跌起稳的这样一个支撑作用 而在15号的节目当中 我是再次跟你强调 前期的支撑有效之后 机构资金开始介入 两连扬的走势出现 有明显的转势的这种信号在了 而到今天你再去看房地产板块 从13号的十字星 到今天的一根大阳线 可以说前前后后四天当中 连续四天的涨幅 累计下来也已经非常大了 并且出现了低位到高位过程当中 阶段性的加速上涨过程 那这个位置当中 你再像前期一样去建仓的话 可能它的一个位置 可能就比较高了 性价比可能还会要等一等 有一个正当的过程需求 所以今天也会给你准备一些 低位科技品种当中 要去核心关注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么我们前两天 也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去聊过 科技板块当中 低位启动 调整充分二次起来的 像软件服务板块 软件服务板块 在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出现了一根 小幅度的调整的阴线 这根阴线的背后 其实我们也在跟踪和发现当中 今天机构资金 在软件服务当中 是逆势净流入超过5000多万 很明显这根阴线的背后 不足以影响前期的调整 完成充分的这种节奏 和即将进一步反弹的这种趋势 所以依旧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而对于另一个板块 煤炭板块 我们上周也是跟大家去多次讲解 这当中有调整充分 有再次趋势突破 连续启动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煤炭板块今天可以说 早间的时候一度是异动大涨将近约3% 虽然受到午后的市场跳水的这种影响 情绪面上受到了一些磋商 那么这个当中也冲高回落的阴线 但是这个位置当中 依旧保持在一个突破的节奏当中 所以难免或许会受到市场的影响 但是趋势依旧是保持突破的 那么这个当中 依然是可以保持一些核心的 关注品种的一些挖掘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 就是在科技的软件服务当中 以及像煤炭当中一些好的品种 你今天都可以通过 散开屏幕下方二月码来免费的领取 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的 这些低位板块启动之后的挖掘机会 那除了这些板块可以延续关注之外 今天的市场震荡 也让我们更加看清了 市场短期的节奏的重点在哪里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开始 市场已经开始来来回回的上下震荡了 那震荡过去一段时间之后 自然会有一个雏形 那我们也很明显的发现在进入 今年的一月份连续上涨之后 目前正处在一个收敛的震荡区间 它的一个低点是在逐渐的抬高 而高点是在逐渐的下移 所以对于短期来讲 3554点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出现60分钟级别的一个跌破的话 那短期的调整空间就会被打开 同时一定要去注意的是 MACD的分时级别 它的一个快线不要进入零轴下方 因为一旦进入零轴的空方下方的话 那这个调整的空间和时间都会被打开 所以这个位置当中 一定要去留意这些关键点位的 留意的一个走向了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欢迎回来 我们要到跟我们的投资者做互动的一个时间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 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调整 短期需要减仓吗 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朋友 对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如果认为需要调仓的 请打1告诉我 如果认为不需要调仓 请打3来告诉我 我们稍时休息 看看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到底如何选择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 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3000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 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 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投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春节前市场还会有行情吗 我们来分享一条微信平台上网友的留言 年前还有十几个交易日 A股惯例 长价钱 资金都会比较谨慎 目前关注量能的变化 成交量是市场有没有持续行情的关键 只要维持在万一之上 就存在局部板块的机会 缩小到万一之内就需要控制仓位了 现阶段抱团品种出现分歧 指数是震荡整理 个股的活跃度提升 短期关注超跌小票的机会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来分享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 放量的一个调整 到底要不要减仓 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们 是如何选择的 认为需要调仓的 是占到了55% 认为不需要的是45% 其实就差5个百分点 那么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今天又是和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一样了 认为需要调仓的更多一些 那么这是第一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对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是楼胜兰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说距离春节 还有三周多 很多资金已经开始准备离场了 在调整之后 大盘明天有机会修复 操作上高位股要谨慎 低位股吃肉要快跑 恋战不是当下的好选择 这是第一位观众所说的 第二位说 对于指数 昨天算量反弹 本身突破预期就不高 这里回落很正常 只是今天阴包阳的走势比较恶劣 没有完全包住 那么也许这种大开大合 会成为市场新的一个常态 大盘维持这种震荡走势 涨不起来 但是也跌不下去 对于短线操作 需要把握题材 情绪的切换周期 那么这是两位观众 给我们的留言 稍时休息 我们马上进入明日抢签报 对于今天的这根音线 到底技术上 是不是有专用名词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按理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扎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之头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么今天上证指数呢 是平开震荡 午后呢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 放量 收了一根阴线 成交量呢 是跟昨天相比 因为今天是上万亿 放量了 形成了一个高位的运出线组合 那高位的运出线组合呢 是两根K线组成的 那这两根 就是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同时呢 它把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 同时跌破 明天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 形成死差的一个概率 是比较大的 后市呢 将有可能考验下方的二十日均线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今天又变化了 最近一段时间 日线上的一个趋势 天天在变化 那么今天的一个日线趋势呢 变成了日空的一个趋势 应该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不动区间 3545到3576点 那回过头来 好好说一说 这个高位出现了一个运出线 那其实呢 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它本身没有向上 或者向下的一个含义 关键是在位置上出现 如果是在一段下跌之后 出现一个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像这里 就是一个下跌一段以后 出现了一个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那么它有很有可能 是下跌末端的一个表达 那么但是在上涨一段 出现这个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它的一个表达意思 完全相反 那么跟运出线 相同的还有什么 还有怀抱线组合 那么这次呢 在高位 同时出现了一组 怀抱线组合 一组运出线组合 那么它的一个下跌概率呢 就会加大 那么其实呢 在前面底部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同时出现了 这里一组运出线的组合 这里一组什么 怀抱线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这一波 结后的一个上涨 六连扬就出现了 那么这一次 在高位出现这样一组组合的话 会不会出现一波下跌 那我想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进一步观察的一个重点呢 还有一个成交量 如果下一步是上涨缩量 下跌放量的话 那么大概率会出现一波 比较明确的一个下调 那么这是上证指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串业板 串业板呢 今天是低开下滑的一个走势 午后在反弹未果之后 跟上证指数一样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受了一个放量的一个阴线 并且今天一跌以后 五天和十天均线 又一次再次形成了一个死差 同时呢 在高位 它也出现了两组 见顶的一个信号 这里呢 一组跟上证指数一样的 怀抱线组合 然后呢 今天和昨天的两根K线 同时组成了一个 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回落寻找支撑 将会是一个大的一个概率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周多没有变 但是日线呢 今天又一次出现了一个 日空的一个组合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053到3105点 朋友们呢 也可以在以往的一个走势当中 去寻找一下 哪些是怀抱线 哪些是运出线 比如像这里 就有出现过 一次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那么在今年7月份前后 无论是上证指数 深圳城市 以及创业版 中小版 都出现过类似的一个组合 不妨去找一下 看一看 这一次会怎么样 那么这是 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 再回到场内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一聊 接下来怎么操作 来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装修公司套路深 套餐预算总超标 极佳精装承诺 100瓶全无硬装 仅需99800元 包主材 包人工 一价全包 极佳精装 998智能精装套餐 涵盖装修过程中 所有阴线品牌建材 并承诺正品保障 甲一赔实 包基础施工 包辅材 包主材 50项省心全包 2.设计师一对一服务 免费盛门良防后 出三套设计方案 供您选择 3.更有具备 10年以上经验老法师 亲自带队 极佳精装 特有的56道精工工艺 杜绝墙体开店 渗漏 发霉 等装修难题 装修节点 层次验收 为您的装修 保驾护航 现在拨打电话 5888-2228 5888-2228 预约免费上门良防 即可想免费设计方案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我喜欢这种 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弘扬企业精神 激发企业家的潜能 共同为行业发展 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是我们举办 安勇企业家奖的初衷 安勇始终顾望初心 将易于既往的鼎力协助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 行稳资源 股票太难了 虽然对 能赢出 股票学习拼牌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正在交易的 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 普遍是一个小幅上涨 这是欧洲市场 另外美股的三大股指期货 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是目前正在交易的 一个市场的情况 回到场内 好 我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季进峰 来听听季进峰 觉得最近这几天怎么操作 可能比较好一些 来 有请 我觉得元旦之后 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加速上涨 或者说突破半年多来的一个箱体 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 短期趋势性资金 或者说部分的一些个人投资者 卖出了一些小票 然后追大票 然后形成了一个加速段 这个走势 其实在我们之前看白酒板块 或者说一些光伏性能源 等一些热点板块的一个最后一个段段当中 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我觉得这一段当中可能 比如说公募基金也好 或者外资去进行加仓的态势 并不是很明显 因为从近期的一个公募基金的仓位 以及外资的流入情况来看 都没有看到一个明显迹象 所以这种上涨持续性 我觉得可能会弱一些 这也是我们对指数判断 后期会有个调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么第二个回到这个板块上来看 刚才讲了H股比较多 那如果回到A股这一块的话 虽然我们判断指数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但这几年大家也都能发现 其实很多板块也好 或者个股也好 跟指数的一个联动效应 相比较我们比如说五年前十年前要弱了不少 原来我们很多股票都是起涨共跌的 那么现在这种穿越这种牛熊也好 或者说走出独立走势的概率也越来越高 所以我也是非常认同 楼老师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这波如果调整回去之后 其实科技板块其实也是作为A股当中一个 我们觉得比较有望走出这种阿尔法行情的 或者说走出超有收益的一个板块 这个是我在A股方面会去重点布局的 另外一块如果说卡路要调整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转债市场 今天转债跌的比较多 好 谢谢季晶峰 接下来我们请出楼振来 来 有请 记得我之前讲过 这波行情可能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元旦 第二点是春节 第三个点可能是三月中旬这样一个点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元旦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见了 然后就是说如果现在调整 站在春节这一点来看呢 其实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因为毕竟整个市场涨涨跌跌 这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所以如果现在能够跌下来的话 那只要抓住一些核心的产品 那么做一个春节红包行情应该是来的 那我们不要到春节了 两天再去说一个春节红包行情 那么提前一下看看 现在能不能抓住春节红包行情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是春节红包 那么我觉得二线篮球那些消费品 确实是春节红包行情一个重点 就是简单讲过年过节 都是要买一点东西的 这个速冻产品啊 酒饮料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国当地时间12号 三纳股指开盘均跌超7% 集体触发熔断 纽约原油漆货价格 跌为负货是非常坏的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呢 是不可以阻挡的 不非因为这点小小的病毒就把国民打垮 地潮之年 困难之年 往往是投资之年 就是智慧在传绿中 智慧在理论 所有人类的投资 核心问题是你努力到文明五一了吗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我们要围绕着资金面说两个事 一个是昨天义方达基金的超募情况 创下历史的认购超募最高纪录 那我们说过往的历史当中 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 往往伴随着后续市场的一个下跌 有的跌的时间长一点 有的是短期的一个头部 那么这次义方达再次创出认购的最高纪录的话 是不是在稍后的行情当中 也会有相类似的结果出现呢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是什么呢 好多资金南下了 那南下的资金 他们买了什么布局了什么 对A股有什么样的影响 普通投资人 我们是不是也要南下到港股当中呢 这是今天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那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来 好多资金南下来 好多资金呀